战装如果你用这些呼吸去练的话 这个装你从此之后你别再练了 你像目前说的什么 自然呼吸 肺式呼吸 腹式呼吸 喉式呼吸 督脉呼吸 日脉呼吸 好家伙你练它干啥呀 你这个装还没练会呢 你呼吸把你伤害了 今天我给大家讲两种呼吸法 是最常见最实用的 所有练太极拳好的名师们 他们都是这样练的 根本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 第一个 就是自然呼吸 就是我们正在调身法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脚做的不对 屈膝屈的不好 胯眉松下来 我在调身法的时候 我用的就是自然性的呼吸 自然的呼吸是没有意见的 当我身法调完了 那您说我是不是要做一手丹田呀 我一年再丹田 我就可以做逆腹式呼吸了 我做逆腹式呼吸 我可以让丹田气慢慢出来 同时得到腹部放松 命门放松 那这样练的过程中 就叫做逆腹式呼吸 所以说我一句话总结 你就明白了 咱们练战装 是为了养生来的 所以说不能给自己增加太多负担 我一句话总结 调身法的时候 就是调装的时候 用自然呼吸 当你开始专注于丹田的时候 你有一年了 你去练逆腹式呼吸 就这两种呼吸法 就行了 其他的不用管 如果对于呼吸的方式 是不明白的同学 您可以看一下下方评论区 我把答案放在评论区